完整的大家來看一下 蘇貞昌是在講什麼 好不好 來 下一張 來 蘇貞昌說 這個突發的治安事件 情殺 仇殺 難免啦 我知道啦 成為行政院長 要去幫閣員啦 被罷免的前名代刺卡稱 難免啦 偶爾也是要幫忙插嘛 對不對 但我不在乎 你現在要如何處理情殺 仇殺 我在乎的是 為什麼 他們可以用 槍 殺人 院長 你沒有聽清楚嗎 今天 大家叫高雄不是情殺之都啊 不是仇殺之都啊 是慶祭之都啊 大家嚇的是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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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啊 那跟那個什麼 這個少林足球一樣 插一把槍在這裡 然後走 走 走 槍 槍 槍掉在地上 我身為一個面包師傅 身上有把 黑心手槍 也是 正常的啦 也是能夠理解的 走 走 走 啪 掉一把散彈槍出來 我身為一個這個理髮師 身上有把散彈槍 不奇怪吧 也是可以吧 以前情殺 對不起 我們講一些這個不開心的事情 泼網水啦 這個這個這個 下藥啦 拿刀子搓一搓啦 泼汽油 點火啊 他拿槍啊 重點是槍哪來的啊 像是高雄 怎樣 到處都 都能買到槍 就像我昨天說的 隧道沒有水沒有電 只剩一把槍 只剩一把喷子 到處都買得到嗎 你有沒有搞錯啊 問你A 你答B 下面這句更幹 他說 民調顯示人民對 治安滿意度高 哪一份民調 也許有啦 我現在不是講全國嘛 我講高雄你扯到全國幹嘛呢 高雄在二月底的民調 他的治安就是六都的最後一名嘛 你就睜眼說瞎話嘛 我說為什麼會有槍 你說情殺仇殺在所難免 我說高 我說高雄治安差 你說全國調查民眾很滿意 你是在說什麼啦 我說的是高雄 我問的是槍 好嗎 然後 警方第一時間就逮捕 這個破案逮捕嫌犯 他們的作為 非常有利 就我們覺得韓國瑜是怎樣 沒破案 你們陳菊一個跑了 跑到哪裡去了 抓到了嗎 你當時怎麼沒有罵陳菊 你這個高雄市長做那麼久 你的那個什麼誰誰誰 跑到外面去還打卡 怎麼沒有抓回來 按照你的標準 陳菊最最最最最大二級啊 陳菊最該死啊 所以這樣的說法來我們看看網友 PTT 真的是一個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啦 看看上面的風向你就知道了 你民進黨你還真以為你掌控PTT 靠一個什麼什麼什麼誰誰誰 當什麼什麼科技政委 你就掌控整個網路嗎 來網友就說了 推 情殺拿槍是正常嗎 對啊這才是問題啊 蘇院長 他有奶油刮刀我姓 有槍就太扯 他是麵包師傅嘛 笑了 政客 麵包師傅有槍也是難免的 就我剛說的啊 掉把槍出來 我身為麵包師傅 帶把槍在身上 也是合理的 少林足球看太多了吧 來原來有槍都是正常的 問題是槍不是情仇 他聽到沒有 連網友腦袋都更清楚啊 光頭真的很會問A答B 以前突發事件拿刀砍就很嚴重 現在突發事件拿槍是小事 破案很快很棒 因為突發情仇 就變出手一把槍也是正常的 這樣都能自圓其說 如果市長還是韓光頭 大概就是震怒了 什麼震怒而已 想看 行政院長都下去作證 我跟你講 如果再發生 蔡總統說 我看我要去高雄做作 蔡總統下去高雄作證了 再來 換成自己人馬就不會震怒了 對嘛 騙生的 騙小的 騙生騙鬼 就不想換局長 網友多厲害 什麼鬼話都講得出來 蘇貞昌啊 你又雙標了 所以我就好奇 剛剛 我們婚人可以講到了 為什麼非保他不可 我知道 我完全理解 你想讓 黃明昭 現在的高雄市 警察局長 這個 升級一跳 從 這個基隆 蹦一下到刑事 對刑事局 蹦一下去高雄 人家歷練 歷練兩年三年 你都歷練兩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 你這樣起資優生 頭髮特別聰明 智商180 跳急嗎 所以我要問問問哥 當然 這些網友說法 我相信是 很多 我們觀眾朋友 共同的心聲 共同的心聲 所以這一把 在幫誰插屁股 其邁 來 我想說做個動作 沒有不敬的意思 來來來過來 討厭 自然沒弄好 來過來 院長來 院長叉叉 插插屁股 佑正我講一下這個 其實我用很快速的方法 在 大長花事件的時候 2014年 大長花 那個時候黃明昭是台北市行大的大隊長 2014年到現在幾年 7年 7年從 台北市行大大隊長到現在是高雄的 警察局長 在我們的警政史上 從來沒發生過 所以剛剛佑正用三級跳來講是客氣了 八級跳 亂跳 真的是亂跳 這個沒有發生過7年從 台北市行大直接到高雄當警察局長 誰幹的 就蘇貞昂幹的 我記者當了7年都還在當記者 你有看過記者當7年就變成政論節目主持人嗎 可惡 氣死我 當了我當了10年 10年 10年才成 差不多快10年 對啊 所以你的老闆就不是蘇貞昂 因為蘇貞昂當然在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這個黃明昭當時叫刑警隊 刑警隊的隊長 一路的拉拔 但是佑正我必須講因為黃明昭我跟他有這個一面之緣 但是沒有沒有仇恨也沒有交情 這樣子的跳聲 其實對 黃局長是不好的 那也讓整個警戒就想說那我幹嘛 就前一陣子不是有個哏嗎 說這個阿義我不想努力了嗎 我現在跟你講院長說 我也不想努力了 我就去抱你嘛 所以像這種的我要努力嘛 好我這樣對佑正很不好意思 我要努力嘛 我去抱馬英九大腿就好了 馬英九就會讓我當部分區的立委 好 我幹嘛努力 我幹嘛 我幹嘛像謝龍介這樣子 那我現在去抱誰大腿比較有用 你賣服了啦 賣服了啦 你得罪這麼多人 你要抱大腿 是被韓國瑜抱的這個人 這個謝龍介 所以說 你看今天黃明昭他在這個警戒造成的效應是 大家就去選派系 然後呢去投靠 然後呢就抱著大腿 其實佑正你看這個 整個高雄的這個自然狀況 我不會太意外 在當初這個 因為 韓國已經被罷免要補選的時候 那時候高雄街頭出現 不知道是阿姑回來了 誰是阿姑 對阿姑回來 對阿姑 那佑正因為你在高雄你也 實地採訪過這樣 你看他開出的九十幾萬票 要罷免韓國瑜 這個我都尊重高雄朋友的決定 但是 真的 就是說我們高雄朋友真的 這麼的 討厭痛恨非把韓國瑜拉下來不可嗎 到底韓國瑜大概他 他已經總統大選都敗了嘛 他都已經回到高雄市政府上班了嘛 他也希望彌補他請假去選總統 對高雄朋友的虧欠 為什麼有人非要他下來不可 為什麼那麼急著要讓 這個陳其邁去補選去就位 為什麼 你可以這個部分我可以問佑正 因為我們沒有在套招的 因為韓國瑜的這個 這個在高雄市 有一個部分我覺得很奇怪 他一直強調他不炒土地 他每次講這個 我都很愛給我 他為什麼強調他不炒土地 因為有人要炒土地啊 你幹嘛把他講出來 對不起對不起 自己擦一下 擦一下 對 你看他講幾次 這個佑正可以幫我做這個 因為他是韓國瑜的專家 他第一線採訪韓國瑜 韓市長你為什麼一直強調你不炒土地呢 你受到了什麼樣的壓力 還是說你重振的過程裡面 你在哪一個環節 好像高雄有人要上當 我把你卡住嘛 我假裝市長做一年 你的土地就多卡一年 土地爭執水怕死人喔 那我多當兩年三年 你就繼續等吧 他我就不去碰那一塊 是不是在這種 像這個我剛講的 舊回來的 高雄的八大行業 還有我不炒土地 聽到的分析啊 那是不是 擋到的別人的財路 你飛下來不可 然後我就動用我的 這個所謂的國家機器 1450 黨政軍的資源 你飛下來不可 然後現在換陳其邁 所以 所以治安不好一點都不意外 就是這樣 不意外嘛 原來 我也必須幫陳其邁 喊一句冤 就是說 這些東西陳其邁 因為基本上你知道 他是派系妥協的產物 陳其邁也做不了組嘛 一個是新潮流 一個是海派 陳其邁怕中原的 你真的覺得陳其邁很快樂嗎 你看陳其邁的內閣團隊 李李大大跟他拼裝車 他們一點都沒有民進黨的 其實他跟黃偉哲有點像 黃偉哲也是被拱出來的嘛 本來他是落後的 民調他本來落後 他投靠新潮流之後 他才能夠贏得這個初選 所以我不是要幫陳其邁洗刷這東西 我只要告訴大家 高雄這攤水 很深 各位 我跟你講 霍恩哥真的好嗎 不敢不敢 為什麼 奇怪 韓國瑜走這樣 韓國瑜是天生神力 還是長得不好看 沒有頭髮 頭太亮身照耀鏡一樣 黑道看到韓國瑜 哎呀在高雄 高雄不能去啊 黑道退出高雄 去高雄 裝乖裝乖裝乖 不要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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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們從昨天的數字 人家陳其邁 這個四個月升購韓國瑜一整年 這個數字會講話的 我沒有胡說八道 為什麼 是韓國瑜怎樣 他天生黑道絕緣體嗎 還是拍跨民 黑道看到他也討厭 所以看到他就跑出高雄 怎麼他在的時候 確實高雄資產變得比較好 怎麼陳其邁上來 高雄就開始亂 怎麼好像陳其邁一上來 好像黑道吸引機啊 賣賣愛你喔 黑道黑道大哥 賣賣愛你喔 大家跑去高雄啊 那在高雄一直鬧事 不 因為 黑道 跟政治 有牽扯 就是利益 韓國瑜當市長 這些利益 我不給你 黑道 沒得搞 去別地方搞 或是暫時沉淺 先別搞事 但是韓國瑜一走 賣賣上來了 假設他真是一個派系妥協的產物 他要兼顧 某派系的利益 又要兼顧 某派系的土地 那個地方要開發 這個地方 趕快要變更 黑道就來啦 有利益啊 黑道就來啦 來了以後 你以為黑道是怎樣 在廟裡面拜拜的 三男性女嗎 碰到大家 師兄你好 師姐平安 沒有啊 黑道碰到 你是在看什麼 我不能看嗎 就來 所以為什麼 這個陳其邁上來以後 事情變多 就是這樣啊 以前的高雄 韓國瑜 我不給你利益 你們少得給我搞這種事情 現在陳其邁上來 他也沒有說我給你 但他可能也沒有辦法去智慧 或是去 這個管理 他莫容神助上 也許只能妥協 一有利益 黑的就動起來了 動起來之外外面都跑進來了 大家你爭我奪 難免插槍走火 所以為什麼槍變多了 為什麼黑道變多了 為什麼自然時間變多了 為什麼傾殺仇殺變多了 因為利益變多了 而這個利益 就來自於 黑道 跟 政治 甚至是媒體 三方之間的掛鉤 這都不是我亂講的 韓國電影也很多 台灣當然沒有他言中啦 在韓國電影裡面也很多 大家喜歡可以去參考 這個 算了算了 我推薦幾部 這個 韓國電影是 確實不錯 電影啊 韓國電影多兇狠啊 韓國再爛的事情他都敢拍出來 像台灣 算了我想講 來 可是我有個 我有個問題要問 這個 霍文哥 這個昨天 我們也沒有 我也沒有問出答案 我知道 你想保黃明昭 因為你希望他當警政署長 但你希望他當警政署長 然後呢 就如果我今天我喜歡黃明昭 他希望自己人 我弄掉了誰誰誰 弄掉了 弄到李永葵 弄掉了這個劉柏良 我就是要我的黃明昭去當局長 因為他以後就可以當警政署長 然後他當了警政署長 我蘇貞昌就可以 點點點 可以怎樣 可以選總統 現在內政部長跟警政署長 他不一樣 內政部長 徐國勇也是海派 他以前是三立的主持人 然後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然後一直到這個 去當行政犯人 現在是內政部長 那 你有聽過內政部長 去含送警政署長 沒有這種事情 好然後這個事情 是蔡總統擺平的 因為這個 大家都來 那剛剛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幫黃明昭 他弄上去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這個就是自由時報當初他們在分析這整個民進黨的這個派系面 連自由時報也看不下去 他說 民進黨的派系 為什麼堅持要直轄市的這個 警察局長的人選 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又在這個我們線上直播節目雖然你也知道我馬上窮走 但是這個話我必須吞下去 不能亂講啦 我也只是好奇 我們對我們有證據我們才講沒有證據我們不能講 這是聯合報上個禮拜五的讀者投書 這位這個 王大哥呢 他在高雄 在在地 他說公安治安頻傳 高雄怎麼了 由高雄的朋友 他去點出來說公安 就是這些林源啊 這些公安的意外 治安 就剛剛這個 佑正講這個倾濟制度的東西 高雄怎麼了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們自己去 捏造出來 都是實實在在發生在高雄的事情 高雄怎麼了 你們不是都覺得韓國瑜不好 韓國瑜已經下台了 他下台陳其邁接也接了半年多 我給大家看另外一張 這在高雄的這個街頭的廣告 榮耀高雄 榮耀高雄 這是高雄的一個老闆 他希望台積電去投資高雄 台積電號稱 護國神山 那為什麼要台積電去投資高雄 高雄不行啦 你不是陳其邁執政 為什麼要 結果市府還說盡量爭取 那個佑正你記得那個 完全懂 國務次卿來 蔡總統在官邸宴請他 唯一一個不是官方的人 就是台積電的張宗謀先生 只有他到總統官邸去陪這個 柯拉奇吃飯 那為什麼台積電投資高雄 你就知道我們在高雄的朋友 不是說今天我跟佑正要給大家玩笑 你看郭台銘講幾次投資高雄 這話我講的跟王佑正無關 腳本沒有我自己講的 你看郭台銘跟鴻海 講幾次要投資高雄 那天韓國瑜不太請他吃那個 BBQ 你還記得嗎 那個他去嘛 那之前還是 你是我的兄弟 你是怎麼大哥 大哥求求你 大哥拜託你 你看那個時候的事情 大家都立立在目 台積電也好 鴻海也好 為什麼會今天出現這樣的狀況 你看那個時候 陳批勒補選的時候 索秦昌說什麼 他說要有高雄4千億 4千億 4千億喔 4千億喔 這是 行政院長他說要聽陳其邁 所以高雄的市議員包括美亞議員 這個邵廷兄 你們會很難做嗎 你們就跟他要嘛 國民黨不要再獻花了 你再獻花我就給你獻果 你不能再立法院問 因為高雄國民黨沒有立委喔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 你國民黨的不分庫 還是誰 你可不可以問蘇貞昌說 會不會說沒有高雄4千億 4千億在台 你都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你很多東西 又政府的結論是這樣 其實在我看來 滿地都是槍啊 你不會撿啊 你不會撿來拿槍打自己 不然你獻花給我是都看不下去 我就跟大家說 因為高雄今天總控不是網友這樣造成的 更不是我造成的 是大家發現這樣的狀況 特別是我剛去點出來那個土地 韓國有時候他說他不吵土地 你現在陳其邁當市場之後 高雄每一筆土地 市政府的公有地的買賣 各種的那個土地變更什麼的 我認為國民黨的市議員都要去跟 都要去監督 不然韓國瑜當初講那個幹嘛 他都跟你講 我不吵土地 這個弦外之音是什麼 大家應該都聽得清楚 講白了 弦外之音是有人要吵土地啦 這樣有了解啦 我跟大家講 這裡都是政壇大家知道的秘密 曾經 有人為了初選 投破血流 我說民進黨裡面 為什麼 答應人家的嗎 我分屬不同派系 我本來以為是你可以出來選 但我也要出來選嘛 那我答應人家 人家也給我獻金 我也答應人家說好 那如果怎樣怎樣 我就怎樣 我都沒有講誰 除非大家一起告訴我 很久以前的事情 現在很久以前 這個 收你的政治獻金 給你那麼多錢 你要選上啊 選上我的土地要幫我處理啊 結果另外一邊也一樣 另外一邊跟另外一個派系 一樣拿了錢 我選上幫你處理 結果兩個人一起說 你也要選啊 但是我拿了錢我也要選啊 可是你拿錢我也拿錢怎麼辦 好啊 大家撕破了 來來來來 然後開始殺 殺殺殺殺 最後贏的那一個出來 輸了那一個幾乎就死掉 因為他 收人家的好處 但是他 也硬著頭皮出來選 那結果是什麼 初選輸掉了嘛 可是你硬著頭皮出來選 第一個先看除黨籍嘛 把你處理掉以後 你後面真是想贏你全毀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不止一個兩個 高雄很多 你看他們在廝殺的時候 如此的激烈 對講的好聽是因為 躺著選就選上了 但因為你躺著選就選上 也因為你只要初選出來 你躺著選就選上了 所以很多人願意投資你 只要你初選贏了 你就是高雄市長 以後 我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造我 所以在高雄 在台南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想要出頭 只要放風聲 只要看起來有贏面 都可以拿到很多好處 但重點是你必須選上 選上你得還 如果你 先沒選上 也別想怎麼還了 你就算是個立委 你也沒得還 你根本還不起 所以在高雄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 政治人物 初選輸了以後就死掉 就不見了 再也沒有 下一次陳其邁是騎過 特例 因為他就是比較中間 有沒有 水很深 水很深 傻傻 你還想說 他們應該是討厭韓國瑜 看韓國瑜頭光光的 很討厭 把他換掉 沒有 水很深很深 這件事一樣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是因為 我想放黃明昭 可是韓國瑜不會讓我放 那我把他弄掉 我放我自己人 也有可能 水很深 那各位